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綠營的立委拍桌子 他说你不是先说好要让我讲吗 结果后来又不让我讲 但是明明就是因为三党要来轮流 韩国瑜就生气了 他说你是鸡蛋里面挑钢筋吗 所以现在綠營为了要党国会改革 难道真的是要全面来开战的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媒体人陈辉文 代表平安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王毅川他到底有没有拿资料 而且到底有没有监控百姓 因为先前他在绿媒上不大啦啦说 他用手机的讯号来分析轻了吗 引发了监控人民的争议 那么让大家更质疑的是 这些资料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结果北检就传唤了王毅川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我是依据资料来推测的 奇怪 不是又说了 他改成说他是用膝盖想出来的吗 怎么被检察官问话又改口 又变成是依据资料来推测 那到底是什么资料 这不是问题就大条了吗 好 所以徐晓鑫就踢爆说 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 其实王毅川的资料来源呢 就是5月27号 当时民进党党内 开了一个主管会议时 王毅川所拿到的资料啊 而这个资料呢 就是四方电讯 也就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的 一个交叉比对报告 而且啊 5月27号 王毅川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呢 他就立刻当天 马上在绿营的媒体上大谈特谈啊 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王毅川顶头上司的林又昌 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了 到底有无此事呢 没有想到啊 这个林又昌的反应也很妙 他先是愣了一下 接下来他就说呢 这个说法是匪夷所思啊 民进党每天都开很多会议啊 难道徐晓星在监控民进党党中央吗 好啦 那现在林又昌就说了 反正总而言之 绝对不是像徐晓星说的那样 那到底是怎么样嘛 可是也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否认呢 过去啊 不是很敢提告吗 那么如果真的不是这个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不提告呢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好像这态度有一点模拟两可吗 好 我们来看到释放电讯当然也发了声明啊 释放电讯他怎么说呢 好 释放电讯说 我们是第二类的电信业者啊 业务经营呢 是以国内外企业的客户为主 不涉及行动通讯系统的服务 那么与行动个资的搜集是没有关系的 再来啦 我们确实有做网路的舆情分析服务 可是这个也无设个资与隐私啊 意思是说啊 我们服务外国的客户为主啦 然后呢 我们确实有收集舆情 可是呢 我们也没有来这个用大家的个资和隐私 这个是释放电讯的说法 不过这释放电讯现在呢 他的这个顶头的这个上司啊 现在上面的这个大老板 懂做是谁呢 也被人家起底的他叫做吴彦宏啊 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新潮流大佬洪奇昌的助理 然后呢 过去也当过蔡英文陈建仁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多次捐款给民进党算是新潮流里面的一个要角啊 好了那这个过去呢 我们看到释放电讯呢 做过哪一些的业务呢 好 他曾经呢 为蔡英文的两次大选提供了语情的监测分析 再来了在陈宗燕当台南民政局长的任内呢 也承包了2018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服务案 所以我们看到释放电讯 他们呢告诉大家说 他们是第二类的电信业人 那么其实服务的很多是外国的企业 然后呢 这个都是跟什么机房啦 海底电缆啦 等等有关系的业务 可是怎么去大搞语情分析呢 而且好像也不是他主要的营业项目啊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啊 蓝绿角逐立院龙头的时候 不是爆出说 绿营曾经有对特定的委员 祭出八位数立毅来利诱吗 当时传出这个谣言传闻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火赋就立刻提告啊 甚至说还要求偿一百万 那如果今天徐晓星是一个乌龙爆料好了 这林佑昌的态度 怎么好像有点暧昧呢 他为什么不敢说绝无此事 而是说匪夷所思 而且不是徐晓星说的那样 到底是哪样子 为什么不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为什么只敢说匪夷所思 而不是果断的来提告呢 惠文哥怎么看 昨天因为民进党有办一个 这个大的这个活动 他把这个所有县市党部的主委 通通都叫来 然后赖清德主席亲自下动员令 然后在这个记者会呢 其实我们我们记者有尽力的 这个是林佑昌 那刚刚哈远宇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记者问了两次 也就是说林佑昌回答一次之后 我们记者还不死心 就说我们这个到底徐晓星 到底真的还假的 那林佑昌又把他的答案呢 又重复跳针了一次 所以基本上就如同哈远宇讲的 这个跟我们所熟知的民进党 这个架势不太一样 那因为这个案子呢 其实我们也吵得非常久 就是说北检要去侦办这个王毅川 这个是五月二十九号的事情 分案调查是五月二十九 那王毅川在这个友台呢 这个大吹特吹来 我们这边有时间表 他爆料是五月二十七 地检署分案是五月二十九 那国民党六月七要去告发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隔了这么多天 才去告发呢 可能是因为端午节的关系 国民党就去过端午节了 那在这个端午节之后 这个检察官传的王毅川 六月十一号终于传了 终于传唤了 那你看这个时间都拖了多久 从他分案到他传唤 隔了这么久 可是大家注意看说 王毅川的结果是什么 是五宝请回 那像我们检察官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叫五宝请回 就表示说 台北建署在办 那观众朋友 你可能就成这张表 可以看出来 检察官他根本就没有要办王毅川 这个分案调查是干嘛 是办给你看 其实是在保护他 那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们国民党这些叉叉 国民党那些立委说 我们准备来行使调查权 我们来查王毅川 你国民党你想要做这个动作 当然这个国会改革这个案子 因为行政院要提复议 民进党团要提视线 所以这个是你 你行使调查权 目前还没有所谓的这个调查权的行使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说 昨天徐晓芯在这个委员会提到这个咨询说 这个什么 什么报告清聊的各自什么 其实我必须告诉大家 我们对徐晓芯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过度的期待 为什么 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他不是检察官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办王毅川 他只能检举说王毅川这个交通违规 没办法去办他 所以你说要叫徐晓芯把这个青鸟的案子侦破 他是破不了案的 好 那真正应该去办这个案子的人是谁 当然是台北第一署的检察官 你不是天下第一署吗 对不对 那这么早就有人 而且还有人去 新党也去告发 国民党也去告发 你自己也主动分案侦办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查王毅川呢 那你看检察官的动作就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过 王毅川的通言你掉了没 王毅川的这些通讯的软体APP什么的 他的手机 他的这些通言 他的电子邮件 他的个人的电脑平板什么的 这些该做的基本功 我们的检察官有做吗 对不对 我讲一句比较这个 这个侦查手段 你有监听王毅川吗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会监听他 因为我不晓得你跟谁联络啊 那你在东窗事发之后 是不是也要去灭证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奔案的当天 就应该把王毅川 居提到案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从检方的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说 因为他是民进党 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 他是民进党 现在不分区立委 地捕的第一名 他随时都可能会变立委 如果民进党前面有 不分区的这个 要递捕的话 他就是第一顺位 男生的话是第一顺位 那你说谁敢去办王毅川呢 没有要办他 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跟我一个月 没有一个月这么久 跟两个礼拜之前 跟立长差不多了 他不会去办他 王毅川没事了 他也不会去查 那你说这种国会的调查权 这种什么青鸟的个资 民进党的态度 的确很暧昧 依照民进党的惯例 应该是把徐晓星痛骂一顿 可是我跟大家讲实在话 其实在最近的这几个 几个月以来 从徐晓星的大姑被收押以来 他已经被追杀得很惨 那你现在又跳出来说 要去查这个王毅川 这个青鸟的东西 更是民进党的眼中低 你一样去修理 今天早上又有人去告他 而且台湾激进党的朋友 去告他 我还很认真去告他 他去告什么 告他那个 他婆婆贷款的事情 我要这边要证告 台湾激进党的朋友 那个两个月前 就讲过事情 怎么又拿出来讲呢 对不对 那国家机器现在在谁手上 司法检掉听谁的 听谁的 当然是听民进党的 我们在现场欢迎这个匪谍 侯汉庭 他就是民进党追杀的匪谍 对不对 不是说侯汉庭是匪谍吗 什么新党一大堆人 现在侯汉庭无罪定验 对不对 他一度被限制出境 对不对 这种事 这个就是冤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民进党 他想办你就办你 他不办你就不办你 那你今天国家机器 都控制在民进党的手上 你就去办许小新 我们也要帮他辩护 他如果有任何的贪污洗钱 然后什么 讲得很像 他很像是无恶不作这样子 那我请问大家 他的这些案子 讲了两个多月的 有任何的结果吗 没有啊 好不好 所以我要请观众朋友看清楚 谁才是被民进党追杀的 我们现场一个被骂成贼蝶的 另外一个马文君委员 他在选举过程被讲成这样 卖台 卖台还能当选 你看这个国家多有民主啊 对不对 赖清德他们民进党不是一直讲吗 马文君什么出卖国家利益啦 什么钱 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你的设案情节是什么 反正就一直骂他就对了啦 好 骂了老半天之后他还当选啊 这为什么呢 好不好 那现在你看到许小新 最近的待遇 其实跟马文君 跟侯汉廷 其实差不多啊 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清楚 民进党 他在这个人格毁灭的这个 这个手法 看清楚 那我们没有要帮任何人辩护 如果真的有不法 赶快关起来啊 对不对 怎么还让许小新每天在开记者会 每天在爆料呢 好 所以观众们不要被那些 恶意的栽赃抹黑给骗了 好 所以现在许小新就是直接爆料指控说呢 王毅成手中啊 所谓监控老百姓的资料 是来自于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叫做释方电讯 这释方电讯的动作呢 许小新就直接说了 他是赖清德的亲信 叫做吴彦宏 不过总统府立刻跳出来 反击说这是胡乱拼凑啊 好 释方电讯也发表声明说呢 他们是一个二类的电讯公司 业务不涉及行动通讯 因此呢 也没有搜集老百姓的行动个资 不过根据南影所揭露的资料 这个释方电讯啊 曾经两度在大选期间 来帮蔡英文总统提供了 语情的监测跟分析 然后呢 赖清德的爱将陈宗燕 在台南的民政局长任内 发包了一个网络语情监测的分析案 刚好也就是由释方来得标 那么释方电讯呢 其实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所以呢 他们主要业务呢 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叫做 这个是所谓的宽屏的这个电路 还有IDC的机房 海底电缆啊 云端商务等等 好 连绿营人士都说 释方做的是非常赚钱的独门生意 好 所以如果手上没有一点独门秘技的话 要如何来做一个 没有列在他的营业项目当中的 舆情分析 而且还可以拿到民进党的这个标案呢 马维你怎么看 民进党的标案一向不需要有规矩 因为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要成立调查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刚刚慧文也提到 其实我们在座的两位 包括汉田跟我 还有许晓鑫 我们三个其实被打击成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一定有踩到他们的痛点 那他们大概就会用人格毁灭式的 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王岐川的事件 我想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他是非比寻常 因为民进党通常不会这么沉默 尤其其实他对于薛乔新委员在 同一天去报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相信其实可能就是要模糊焦点 然后想要有一些掩盖 可是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对这个是有点担心的 那四方其实是什么样的角色 大概这两天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可是他在非营业项目里面 他可以去做到这个渔情分析 尤其是在总统大选 还有台南市政府的这些渔情的 这些渔情的一些标案等等 表示他们是有能力做的 那为什么有这些能力 然后他们又如何做 他们做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或者跟电信业者做的一些资讯来源的 一些交叉比对 到底是谁提供的 这个都必须要查清楚 尤其NCC 尤其国安单位 因为现在最近不是一直很喜欢说 第五重队第五重队吗 如果像四方电讯公司 其实他不只是绿营的友好的一个 非常友好的关系以外 他甚至在香港澳门还有中国大陆 其实他都是有业务往来的 那为了某些的利益 有没有可能未来 其实有很多的讯息 其实也会透露出去 我们像这样子的监控国人 万一到澳门或香港 或者甚至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 像这些政治倾向会不会被拿来使用利用 我想其实这个都必须要查清楚 到目前为止 NCC大概只针对我们 我们的三大电信业者去做检查 可是对于很多的子公司 孙公司或者他的一些有企业往来的这些相关的公司 其实都没有做任何的查查的动作 那经过这个事件我相信 其实应该要来要来做 我们也认为因为王毅川最喜欢 尤其在选举期间 他说了非常多的大话 很喜欢讨论谁出卖台湾 然后一直讲民主法治 今天他自己碰到这个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面对 好好的讲清楚 就很简单 这资料到底谁提供的 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资讯 那这些只要交代清楚 我相信其实就没有什么好延伸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抹黑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 就这个 因为像国安单位 还有很多都会把它推给 现在在司法调查 那司法调查 一调查如果是三年五年 那你这些国安的破口 就可能有三年五年 那对于人民的监控 这是大家最不能忍受的 可是你交代不清楚的时候 民进党没有脸去面对 我们很多的全体的国人 还要指控说有第五众队 或者你要去查查什么 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应该要由北检 由我们的检调机关 去把它做好查查 当然我也不是太信任 他们愿意去真的去认真的查 那可是我们大家可以紧追 这个案子 让他可以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到底有没有真相大白的机会呢 不过许晓鑫 他是直接指控说 王毅川呢 他其实就是拿了这个民进党 拿来的这个资料 这个手机的这个比对的资讯 是来自于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世方电讯 那么这个世方电讯的董事长 叫吴彦宏 政商关系良好 然后也被发现 他过去其实是新潮流的要脚 不只是这个大佬洪其昌的助理 而且呢 洪其昌过去被这个赖清德视为 是他的政治精神导师 然后呢 吴彦宏也曾经担任过蔡英文 还有陈建仁 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多次捐款给民进党 过去民进党被揭露 说其实派系的人马 有不少人都盘踞在中华电信的 各个子公司之内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世方电讯又被质疑说 会不会其实呢 就是直接拿了特殊的资料 来帮民进党做舆情的监控服务吗 所以难道这个民进党看中的 不只是中华电信 过去认为说 可能是因为可以仇佣很多人进去 哇 肥到流油 但是原来更好的是 这些单位恐怕手中有一些特殊的资讯 是别人拿不到的吗 蔡英文怎么看 我们从案情的发展 其实很容易把事情弄得很清楚 第一个 王毅川在媒体上公开讲的资料 那个资料是没有去世别化的 也就是非法的资料 违反了我们所有的个资法的保障的条文 所以王毅川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对不起 王毅川手上的资料就是非法的 第二个 王毅川手上资料哪里来的 那么现在许小新公布了 是有一家四方电信公司提供给民进党的 那从已经知道的资料也确定民进党的会议里面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四方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交叉比对资料 那四方电信公司是不是也掌控了没有去世别化的资料 直接分析以后就交给民进党 在做政治征访 征访谁 在征访民众党的小草们 那这个是违反了民主宪政的基本秩序 照道理若以大法官的概念的话 这种政党是要解散的 那第三个来 那四方电信公司为什么这么样的效忠民进党呢 那就不意外了 四方电信公司能不能拿到去世别化的资料 其实也不用意外 为什么 因为四方电信公司并不是一个 像我跟飞游开一个公司 然后我们两个去跟这个中华电信申请我们帮你服务 他不是这样的公司 他本来就是中华电信里面一个部门 主义导先讲清楚 他本来就是中华电信的部门 有他的员工跟部门 我们叫做spin-off出来的一个公司 然后准备上柜好一点好处的 所以不是外面的公司进去 是里面的公司出来的 所以他当然了解到中华电信 怎么去掌控这些资料 所以你在撇勘净就很难撇勘净了 所以如果说王毅川手上的资料 是真的如此 是没有趣事别化 那表示四方电信公司提供的 也表示四方电信公司 直接从中华电信拿到的 所以中华电信第一个时间讲说 哎呀我们并没有拿给王毅川 另外两家公司说 我们没有给王毅川 也没有给第三方 那表示中华电信给第三方 那什么叫第三方 那就是你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在讲什么第三方 你现在还是最大的股东啊 那就完整了嘛 就表示为什么中华电信 整天在帮民进党服务 那就不意外 自从陈水扁开始 中华电信几乎就是 民进党新潮流的地盘 为什么 中华电信你再查 从以前到现在 MOD的生意谁来做 那一家公司是无奈管控的公司 在哪里 就在国民党中央导部的楼上 你从来没变过 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唯一的客户就中华电信 厉害吧 那现在再讲第二个例子 以前有一个专门帮中华电信 修理手机的公司 叫神脑 大家听我这家公司 民间公司哦 后来中华电信说不行 我要找另外一家 不能给你独家享有哦 那这要妥协结果 就好了 我给你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份 那本来就平安无事 说我给你股份 那你让我继续当董事长 所以民间的股东 继续当董事长 对不起啦 那有一个的女儿 要选立委的时候 她的爸爸就积全升天 刚好两个都姓赖 爸爸跟女儿都姓赖 不然呢 然后这个马上就去接什么 接神脑公司董事长 叫原来的那个董事长 下来当总经理 你看厉害吧 所以这整个中华电信 就已经被民进党所包了 而且不只是包了 还是纯粹是什么 新潮流地盘 那吴彦宏是谁 宏启昌的助理出身的 宏启昌的助理出身 然后他现在宏启昌 已经地位很高了 2019年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 宏启昌拼命帮他忙 到了这一次 他在选什么 总统的时候 宏启昌拼命帮他忙 所以他的一个助理 这个老文武在民进党体系里面 就没有问题的 而且帮民进党管控 你要什么资料 我资方电信公司就提供给你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却是违法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吴彦宏这个角色重不重要 怎么能够当蔡英文的竞选帮公司 他一方面也是 郑文燦这一挂 一方面也是赖清德这一挂 那主要是宏启昌 你想想看 有一个人也曾经担任过宏启昌的助理 那个人叫赖清德 你听过没有 那这个人 吴彦宏也当过赖清德的助理 所以表示是师兄弟关系 那现在师兄当了总统 师弟混个四方电信公董事长 这个有什么过分 对不对 那因为民进党有个特色 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电信专业 也没有什么 什么专业都没有 但只要民进党一执政 他们突然之间都有专业 这个好厉害 你不能不佩服 所以假如说 这个辉文是民进党的重要的一个助理 你的师兄也当了总统 他本来不懂机械也没关系 明天就变成什么 中当公司董事长 就这样干的 明天这种玩游戏 就玩得让人家看腻了 所以你今天要说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要监控 他不是监控百姓 我跟各位讲 他不是监控百姓这么简单的概念 他是监控民众党 监控你的敌对政党 小草是谁 你有没有来参加我的青鸟行动 他以前跟太阳花的那一批人 有没有重叠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政治增防到的 你的政党没有办法公平竞争 这也是违背所有民族宪政的基本道理 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尼克森当时怎么样 不想哪一根筋拉出线 还派了几个人到民主党总部里面去要资料 这不是政治增防吗 你现在靠着中华电信去查民众党国民党 还有这个马文军委员 还有胡安庭议员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政治活动 去过哪一个装脚家 请问你 难吗 一点都不难 因为每个人手上都带着手机跑 手机定位只要中华电机一抓通通出来 那谁在帮他这个忙 你执政党可以用这种手段吗 你执政党可以做这种事吗 如果我们是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是绝对不准的 但是你们现在王毅川泄露出来了 就一拉像种子一刮 那你说地监署会不会办 不会办了啦 会办早就去搜索民进党党部了啦 马上去搜索释放电信 不是吗 那因为他们的头头性叫形态之后 更不会办了 你放心 所以王毅川呢 他到底有没有透过这个所谓的特殊管道 取得了民众的个资来监控百姓呢 情治单位啦 中华电信啦 通通都撇清 就连林佳龙都火速跟他切割 那么王毅川呢 一肚子好说 哎呀 我是用膝盖响的啦 所以前天呢 王毅川就到北检去应讯了 那么大家都猜测啊 应该他就会这个变称说 我是吹牛的 或者是坚称说 我就是王羲之 就是我的膝盖之道 但没有想到 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耶 他竟然坦诚说 我是依照资料来推测的 这不就代表 王毅川也坦诚 他的确有拿到一份 手机监控的资料 是不是就是在监控青鸟呢 根本不是靠他神一般的膝盖 想出来的吧 现在政府单位全都说 没有提供资料给王毅川个人 但是徐晓星掌握的爆料 就发现说 其实呢 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于 民进党的内部会议 而提供数据的人 叫做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那么这件事情 除非是发生在北韩 否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这绝对叫做世纪的丑闻 但是现在整个民进党政府 好像没有人要出来跟老百姓交代 就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监控的个资 到底是怎么留到绿营的手上的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汉婷怎么看 现实上有没有这个监控到锁定个人的技术 有 透过这个技术可以清楚锁定 比如朱立伦 柯文哲当天去了哪些地方 然后他们跟谁见面 而这个谁一样透过监控 是可以知道这个具体的人 姓啥名啥住在哪 还可以再去查 朱立伦见到了谁 这个谁之后有没有跑去大陆 那他从大陆回来了之后 又见了谁 有没有再见到朱立伦 这样一查 哇 反渗透法 这样一查 国安无法 所以技术上可不可以 可以 当这个资料存在的时候 因为这个分析比对很容易就跑出来了 工程师一跑就跑出来了 如果有这份资料 如果你是赖清德 你会不会要看 你当然要看啊 如果你是民进党 你要不要看 你当然要看啊 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 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去放弃追踪 跟踪 跟打击自己的政敌呢 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 怎么会不利用这个武器 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呢 所以民进党说 我们有这个技术 但我们不做 不好意思 凭你的德性 我不信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 我可能还稍微相信 对吧 因为他确实是偏偏君子 但如果民进党执政 任何人说我有这个权力 但我绝对不会碰 对不起 老百姓不信 第二个我们来看 当徐晓星所爆料 五月二十七号 民进党召开会议 所以当天晚上 王毅川上节目 就侃侃而谈 大言不惭的时候 林又昌听到的第一反应 竟然叫做 哎呦 你在监控我 林又昌的原文是说 这是两位副秘书长 还是王毅川去报的料 民进党的党政主管会报 徐晓星委员怎么会知道 林又昌的发言 已经属于不打自招了 他不是去驳斥 我们根本没开这个会 我们根本也没有这个会议 我们根本就没进过党部 我们根本就没谈这件事情 他现在说 你怎么在监控我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句话前提 不就是你真的有开这个会吗 所以林又昌的话 已经完全等于坦白告诉大家 徐晓星委员讲的是真的 如果是假爆料 那民进党为何至今不提告 你不提告不就是心虚吗 但第一个 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 第一 因为徐晓星 他是在质询时间所提出来的 有质询时间有言论免责权 第二个 法律不论是诽谤 造谣的构成要件 是要有相当合理的查证 所以只要是爆料者 这个消息来源 比如说他确实是绿营的人士 或徐晓星 还要再多问一个别人 有进行查证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告不成 所以现阶段 民进党只要不提告 我就一天骂你心虚 你就等于是自我认罪 那第二个如果告了 法院判不成立 最后是什么呢 那等于是法院认证 真的有这个会 那民进党陷入两难 那么除了政治攻防以外 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则 这本件案情到目前 最荒谬离谱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很可能干了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在违法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在毁线乱政 但是我们竟然无可奈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都受不了的 我们来帮你 你的目标 好 希望